好 全球现场时间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两场以美国为首的军演 几乎同一时间即将要在印太地区登场了 更多的重点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 接下来全球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 这个礼拜开始在第一岛链这边 以美国为首有两大军演 几乎是同时间进行 好 今天8月21号开始 美韩即将要启动为期11天 年度大型联合军事演习 以致自由护盾演习 堪称这是历年来的规模最大的演习 是以全面战争作为基础 那目的就是要加强美韩之间的联合防御 好 美韩的军方在上周就先召开记者会表示说 当然这回的军演主要就是要因应北韩的威胁 还有俄乌战士带来的安全性的挑战 将会进一步深化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 那南韩的国防部先前也表示 本届的联演会由南韩的三军 还有美国的陆海空跟陆战队 另外美军的太空军也会首度的共同参与演习 模拟是由沉平状态迅速转为战时状态 那当中该怎么应对 而且要模拟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北韩万一真的在冲突期间 持续散布假讯息的话 扰乱南韩社会的相关情境 但现在就在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之前 南韩的警方在20号就证实了 北韩的骇客 好 在这个数个月之前就开始多次 他们尝试是利用钓鱼信件 骇入相关人员的电脑里面 来窃取这个演习的相关的资料 但是呢 目前初步研判 是没有取得相关的军演情报的 好 同时间其实外界最关注的就是 那北韩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当然最近也是动作频频 因为上周在美韩军事演习这个消息一出 他就刊出了一系列他视察军工厂的画面 好 当时北韩就说金正恩强调要强势备战 那这一回针对美韩军演即将就在今天要展开了 北韩在最新他们透过官媒也刊出了 金正恩视察东海的这一支海军舰队的报道 好 这是根据北韩官媒他们所释出的一整系列的画面 这是金正恩他视察海军部队 而且还登上了军舰并且教越战略巡弋飞弹的试射 北韩官媒就指出了这一回试射的目的在于 验证舰艇作战的功能跟飞弹系统的特性 但是金正恩到底是什么时候去视察的呢 好 这个报道当中没有提到这个确切的时间点 同时间当然也没有进一步证实这个飞弹种类的相关细节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来东北亚的部分 那现在呢在南海这里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中之间的角力不断 而现在菲律宾的官员也证实了 美国跟日本和澳洲正计划 在这一周在菲律宾以西的南海海域 要举行海军的联合演习 这三国即将要出动三艘大型的船舰 搭载飞机跟直升机共同航行 要展示力量 表示说是以捍卫以法治作为基础的这个区域秩序 那日前就发生了中飞之间 在南海这样的主权争议的一些 针锋相对的事件 好 大陆的海警船就在南海这边 是以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只 要阻止飞国的军方向仁爱礁上头的部队运送物资 那这一回的演习要展现的当然就是盟友 对于菲律宾的乡艇大袖军事肌肉 要吓阻大陆在南海的相关的行为 好 不过就在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这个月初在南海的人爱礁的海域 好 透过这个历史的画面可以看到呢 当时这个大陆的海警船是以水炮 要驱赶飞国的补给船 不过飞国现在态度也是相当的强硬的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就表示 会持续对马德雷山号来提供补给 行使主权 还有管辖权 中飞之间在南海这边 主权争议是针锋相对 那大陆呢 现在是积极的拉拢 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 大陆外长王毅在19号几天就会见了 泰国的副总理兼任外长董恩 强调的是中泰之间要强化合作 更希望可以加快跟东协来推进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泰国的外长现在也表示 支持东协印太展望跟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接 要把南海打造成一个和平 合作稳定之海 同时间中泰的两国的陆军 在18号也展开了突击系列的联合演习 强化在军事上的合作 中国大陆与泰国突击2023陆军联合训练 时隔10年与18日上午在泰国 彭氏洛府举行为期18天的联合军演 并以联合反恐作战为主轴 采取混编联训的方式 开始轻武器射击 特种爆破 野战生存等训练 进一步促进中泰军事合作发展 大陆外长王毅更是在19日 与泰国外长董恩在北京会面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建设 并且共同打击诈团 两人还强调中泰一家亲 表示两国将一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争取早日达成行之有效 富有实质意义的地区规则 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有益合作之海 中国海警本月初在南海仁爱交海域 以水炮攻击菲律宾补给船的事件 依然没有落幕 在美日的撑腰下 非国武装部队19号表示 会为首在仁爱礁上一艘生锈船只的部队 提供补给 加剧南海的紧张情势 美日韩在大卫营举行的峰会才刚结束 日媒就报道 美日澳将于23号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军演 日本决定派出它最大的驱逐舰 初云号参演 澳洲将派出坎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而美国预计派出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声势相当浩大 中美两方阵营越来越明显 升高南海紧张趋势已无可避免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锦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锦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锦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锦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锦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锦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宝费 请开始 Bo produçã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